Automachy 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又来到了我朋友的轮胎店了 那今天我是要做什么叻 其实是因为我的车的轮圈在我多范的催残之下啦 已经是歪的歪的扣 所以我就决定换一套新的轮圈了 那既然要换新的轮圈 我就觉得不妨就做一个影片 把大家分享一下轮圈的知识好了 走吧 这一次我选择的是 REC 这一个本地轮圈品牌 主要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负责人 了解到这个品牌原来是自主设计 完全是Design by Malaysian 他们想要证明马来西亚人也能自己设计轮圈 而不需要Copy Design 而且他们对产品质量也相当讲究 还会在设计上照顾到Fitment 卡位 会不会顶到升级了的大鲍鱼刹车卡钱这些问题 这一点比起一般普通的轮圈 一个Design 一个Spec 打天下就有点不同了 而且发起人还有个理念 想要让马来西亚的玩车环境里多出一个选择 除了那些质量称赤不齐的便宜假日米以外 你只要拿出多一点钱 就能够以还是入门清明的价格选择自主设计的正品 带来一个更好的玩车环境 听起来好像不错 所以我就决定选择试试看 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换轮圈需要注意些什么 欢迎 tack 感谢观看 选轮圈当然最重要一开始就是选尺寸啦 所以好像我选的这个是 18 吋 尺寸其实是从这边到这边的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啦 直径啦 然后接下来选了尺寸过后呢 就是看这个 轮圈的这个宽度 JJ 只啦 我们很常看到轮圈都会有写一个什么 6.5J 7J 8J 9J 之类的 其实那个J 数是从这一边到这一边 的一个宽度 越大的这个号码就越宽啦 不过呢 那个尺寸还有宽度 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啦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的这个 这5个孔 它叫PCD啦 所以有些车是4个孔 有些车是5个孔 然后可能PickUpTunknet是6个孔 那这个孔呢 它每一款车 每个品牌的车 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Diameter啦 就是它的这个距离间距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RIM 它就会写了什么PCD 114.3 PCD 110 PCD 好像我的车是PCD 112 宝马就是PCD 122 这些不同的数字就代表着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不是说你看到这个RIM 美的话 我要转我的车就一定能转 假如类似你的车是 110 可是你要转一个114.3 PCD 的轮圈是转不到的 所以在转轮圈之前 其实你应该要搞清楚你的这个PCD 然后再看你选择的这个 轮圈是不是 和你的车的这个PCD是一样的 那看完了PCD过后 选了对的PCD过后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间的这个孔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叫Centacorn啦 所以这个Centacorn 其实 很大部分的这个车子的 Centacorn 跟这些aftermarket的RIM 都是不 不match的 就是可能通常这些aftermarket的这个Centacorn 它会做到比较大 那你装上你的车 如果你的这个中间的这个Centacorn 是比较小的话呢 你就要另外装个RIM 来给它fitfit 不然的话你跑高速的时候 你的这个 车轮会抖 那讲到这个Centacorn 刚才我讲的都是大中气小嘛 可是有一些 Case 就好像我印象中就是Toyota的这个中间的这个Centacorn 它的直径是60.1mm 然后Honda 是64.1mm 所以Honda 是比Toyota还要大的 假如你要把这个Toyota的原装RIM 装进Honda身上 就不能了 因为它的这个中间的diameter是比较小 你要装进大的就塞不进了啦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另外 注意的一点 所以讲完这个中间Centacorn 过后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就应该是那些玩车的老鸟们 老司机们 都会很在意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offset值 什么是offset值呢 它其实也叫ET啦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 let's say OK这个RIM 中间 我们这样子切 中间的这个点呢 这边是它的一个 恒量那个ET的方式 越靠近这个中间点的话呢 它的这个ET就越小 offset就越小 So 这个中心点 如果和这个轮圈的安装这个面 是完全贴合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的ET值就是0 也就是所谓的0 offset啦 那刚才我讲的是0嘛 所以如果 我的这个中心点 和这个安装的面呢 是有距离的 它是比较出去的话呢 那这个就叫positive offset 至于如果这个安装面是 整个刺进来 超出这个中心点的话呢 这个就是negative offset 所以这个 用positive用的negative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其实蛮大的 就是每个RIM 上面它都会有写这个尺寸 还有它的宽度 然后它的offset So 这个lead rim它是ET42 也就是说它离这个中心是 超出了42mm 那你想象啦 这个中心它是 它离这个中心是有一个42mm的距离 所以你装上车子的话呢 它整个lead rim是进来的 因为你的那个hub是在这边嘛 所以它其实是 Let's say 你的hub 如果0的话是中间 So 42 的话其实是进来一点 Yeah 那一般上 市面上的车子原装的RIM 呢 它都是positive 的这个offset 也就是说 它的RIM 这个轮圈呢 是比 中间点 它再刺进来一点 可是 好像我的原装RIM 可能是一个30mm 那我选择这个42mm的话呢 其实 by right 是它更加的硬了 硬的话呢就可以 跟那个 轮拱 起平 看起来就比较漂亮啦 这样 这样 negative offset 的RIM 又什么车会用呢 什么情况会用到这样的RIM 呢 其实 negative offset 的RIM 大多数 据我所知啦 都是那些越野车使用的 因为它们要它们的这个RIM 完全外扩 就是整个出来的 So 你需要使用到 negative offset 的那个 RIM 然后就是这个面在这边的啦 就很 很靠近这个 轮圈的外车 So 装上你的 HUB 的话 你的整个轮圈就是外扩 所以简单来讲 其实这个 offset 它是 决定你的轮圈 那个点是在哪里 太过进去也不好 因为你可能 如果你换了宽的 RIM 的话 太过进去的话 你转弯的时候 可能会顶到里面的轮拱啦 就是那个叶子板 如果你是有打算升级刹车卡钱 也就是所谓的改大鲍鱼啦 那你就更加要注意的 因为轮圈 offset 太小的话呢 是很可能会顶到这个刹车卡钱的 不过 这不止解决于 offset 也要看你的轮圈的这个爪 也就是脚的设计是如何 我们称它为 X Factor 主要是你的这个爪的内侧的边缘的地方 和中心点的距离有多大 至于 offset 太大 也就是 RIM 太外面的话呢 其实是会影响到车子的动态表现 还有操控的 太外面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车子的动态表现 然后其实好像 很多车子在过弯的时候 如果你的轮圈是 在你的这个轮拱的外面的话呢 它会卡到轮拱 所以这个 offset 值是很重要的 你要做到一个漂亮的 齐平的状态的话呢 你就必须了解到 你选择的这副 RIM 的这个 offset 的值 它的就是它的那个 value 是在哪里 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这个轮圈 装上去过后 它的那个定位会在哪里了 但是 除了 offset 以外 其实这个 RIM 的宽度 也是会影响到轮圈的这个外抛程度 可是 J 值比较大的 RIM 向外突的程度也是比较大的 这方面以一样的 offset 值来讲的话呢 J 值越大 也就越向外泡 然后影响到这个装上车购它的这个 定点是在哪里啦 因为 假如 Let's say 好像我的这个是 8 寸半的 RIM 8 寸半宽的 RIM 假如我现在拿一个 7 寸半宽的 RIM 来 装上我车的话呢 虽然说它们的 offset 值是一样的 可是哦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地方它的安装 它的那个定点 会在哪里 又会有影响 因为 7 寸半跟这个 8 寸半 同样的 offset 可是这个 7 寸半的它的可能 它可能会在比较里面一点 So yeah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Ok so Offset 那些 你的安装位置都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轮圈本身的这个材质了 其实市场上轮圈很多种 然后我们 Malaysia 其实有很多 那些所谓的 clone RIM 就是 复刻别的那些大牌子的 RIM 的 所谓的假轮圈啦 那在材质上它们其实也是有不同的 So 以轮圈来讲的话材质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分三大类 第一个是叫 Die Iron 或者是 Cast Iron 啊 就是传统的那种的 铸造工艺 至于第二种就是我今天所选的这个 Rexor RIM 所使用的 就是 Flow Form 我相信这个字 大家也时常看到就很多 RIM 上面都会有写这个 Flow Form 嘛 Flow Form 是另外一种比较新的铸造工艺 它的好处是相比起传统的那个 Cast Iron 啊 它是比较 轻 然后也比较坚固一点 然后在工艺上也是有所不同 有所进步啦 但 Flow Form 它也有分便宜和贵的 这方面基本上就是越轻越硬就越贵 像那种大牌子的顶级 Flow Form 轮圈呢 它的 刚性 还有它的这个坚固 甚至是比一些锻造轮圈还好 加上一些大厂呢 它会为这个轮圈做更多的测试 像是抗撞啊 还有 Spinning Test 啊 甚至是耐用测试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要成本的 基本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啦 最后最给的叻 就是 Forge Wheel 了 我后面这些就是 Forge Wheel 了 锻造轮圈 那个工艺是又在另外一个层次了 那关于这方面其实我本身 还是猜了啦 我也是对这个技术上的 定义 我还是不太清楚 So 如果有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些东西的话 在下方 解释给我听好不好 可以看 刚才我讲的 Offsteer 其实 就是会影响到这个 椅子板啊 就是它可能会刮到 So 加上我现在是我的车 才刚刚被撞 所以我也是有点担心 别人会不会刮到 不过呀 在看怎样啦 那这个车其实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是在想 Shoe Logo 应该要整辆车重新碰过去 还是做一个 Wrapping 好了 你们觉得怎样 如果做 Wrapping 的话 我可能就做一个 Wrapping 的影片 教大家 Wrapping 的知识 在下面留言 说这种便宜的 RIM 还有贵的 RIM 它们还有一个地方的分别 就是这个设计 整个塑造的工艺 它会有差别 便宜的 RIM 因为要考量到成本 所以它的导模那些不会用到太过精细 太过精密的工艺 所以它们的这种细节上 线条上接风处这些 就没有那么的精致 那越贵的 RIM 它在这种地方 就会做到越美 尤其是那种大牌子的那种很贵的 上万的那种 RIM 啊 它们的这种设计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这个接风全部都是很完美的 分别就在这里 嗯 这个轮圈看起来还不错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那今天这个分享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在这边我也是要呼吁大家啦 就轮圈其实是轮胎还有刹车片以外 另外一个接触到路面的这个媒介体 所以不能省 这东西真的是不要太贪小便宜 去选择那种来历不明啊 质量不明的轮圈 一分钱一分货啦 便宜的轮圈也不是说不能用啦 最主要是它的这个质量你要确定它是OK的 那这主要就是从这个该我说的这个设计啊外观啊工艺上是可以看得出端倪的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用法啊 好像我本身其实我开车是蛮激烈的 然后也开蛮快的啦 所以我对这个轮圈的品质和质量的要求是蛮高的 那我就不能够选择太过普通的这个轮圈了 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真的是影响到安全性的东西不要省 好啦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希望这个轮圈知识分享的影片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我讲的不够的话 有什么高手觉得要补充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言咯 我也想学习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你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下一回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